皮包獻多 價格又親民 總是會吸引民眾排隊搶購 早上十點不到 小籠包就銷售一空 老闆的爸爸是職業軍人 退伍之後開了早餐店 手把手帶著兒子做小籠包 但可能是軍人的個性使然 爸爸始終都很嚴厲 一開始雙方爭吵不斷 直到老闆長大之後 才體悟到原來這就是 爸爸對他的愛 真龍熱氣騰騰 早餐店生意搶搶棍 店員們忙得團團轉 為每位顧客拉開一天許目 獎包18個 180 然後4杯 60 1盒 只要1盒6盒 OK 好 外帶嘛對不對 對 店員分工合作 有了猛安計算機 精準計算價格 有了儘速剪好蛋餅 有了飛快夾起蘿蔔糕 這一場早餐店的團體戰 從點餐到公餐打得戰戰兢兢 因為店家不想讓客人等太久 但就算手腳再快 每天還是人氣暴走 人潮就一直很長 生意很好 還不錯這樣 一個禮拜會來個兩三次左右 對… 所以這位是新的在地人 一定要吃得到嗎 對…就在地人都知道這一間 皮滿Q的 然後餡也很多 然後吃… 就是不會吃起來乾乾的 還滿好吃的 也加小籠包比較小 應該也差不多價錢 只是它更大 對 所以CP值算比較高一點 皮Q餡多的同本小吃 肉咬起來紮實帶勁 青蔥新鮮到令人覺醒 一顆顆小籠包 似乎都藏著軍人本色 來吧 熊過 來 小籠包 向石部隊的指揮官 張曉銘和太太帶領著阿兵哥們 為了讓前線不至於斷闊 後援部隊捏捲麵糰 擀麵皮 拌餡料包小籠包 一顆不懈戴 一顆螺絲都不能鬆動 幫你擔下嘛 對 好 早上十點半 早餐生意告一段落 店裡的小籠包也已經銷售一空 張曉銘和兒子卻沒時間休息 得忙著繼續準備隔天的餡料 有時候你是用包包的嗎 對 我小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只是我們以前是打罵教育 我們現在是用愛的教育不一樣 張曉銘說父親原本是職業軍人 為了養三個兒女 在部隊時就兼差 賣起家鄉味包子 直到退伍後 終於開了早餐店 他國中時就經常幫爸爸 做包子饅頭 他們家鄉的味道就是這種 很原始 原味的東西 不會添加任何的那個 過量的那個調味料 然後常常客人問我說 你們包子有這麼好事 我說我們包子其實就是新鮮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調味料太多的話 反而把新鮮的味道 把它壓過去了 為了兒子好 爸爸嚴厲訓練他的揉面手感 調現了技巧和管理經營的能力 張曉銘等接班 足足等了28年 我真的很要感謝我們 今天沒有 其實沒有很無情的話 我也沒有這意思 包子裡有對爸爸滿滿的追思 還有對妻子滿滿的愛 張家的小籠包包住了親情跟愛情 硬是比別人家的大上兩三倍 高牌大肉包內餡是用炸過的五花肉 跟梅花肉和中藥包一起泡爐 並用洋菜取代豬皮 減少掉油膩感 另外一個巧克力包則是用雙層面皮 完美鎖住巧克力漿 而且你知道嗎 老闆說他當初投資失敗 賠了將近千萬元 是因為受到城隍爺的指點 才會有今天的這半成績喔 青菜包子的 海絲送的吃啊 對 來 下加什麼 包加的兩顆 五筍 兩包 煎肉兩包 包裡菜一包 好 這是共的三包 彈性十足的包子皮 撕開 咬開 巧克力包 芝麻包 黑糖包 瞬間美味大噴發 這是新竹包子王秋朝為的洗精大法 濃厚鮮美在嘴裡爆漿 驚豔味蕾 讓眾多老饕一吃成主顧 今天也買20多個啦 這個很好吃耶 很實在 滿有嚼勁的 很好吃啊 給它99 今天買10顆 我媽超愛 她來的話也是都是10顆 20顆回家 就是動起來 然後想吃就拿出來蒸啊 真的會爆漿 爆漿巧克力光用看的 就讓人推薦蠢蠢欲動 秋朝為做巧克力有一套 58%的純巧克力苦甜不膩 百分百可可原味 而濃度40%的牛奶巧克力 溶點較低 負責製造口爆驚喜 兩者你濃我濃 共演唯苦帶甜 濃情蜜意 綜合起來它比較不會那麼甜 外面的都是用巧克力醬 那我們是自己濃 剛開始做巧克力包時 美美出露之後包子皮撕開 不用說爆漿了 連一滴滴巧克力都沒看到 全被麵皮給吸乾 變成了有名無實的空心包 一直想不透 後來我老婆說 你為什麼不用雙層皮呢 那客人說 你們爆漿都好吃 可是都會 它下面的皮都爛掉啊 我老婆跟我講 那我們來研發看看 巧克力包雙層面皮 一層打得比湯包還綿密 有韌性 不易吸收湯汁 另一層則是像一般包子皮 蓬鬆又嚼勁 最後碾壓二合一 成為所有爆漿類包子的美味外衣 會爆出湯汁的 還有秋草惟的大肉包 把油逼出來 把那個水分逼出來 它肉質才會Q 不然不用炸啊 用蒼燙比較快啊 炸的東西會比較 吃起來口感會被Q 那滷過去它才會 肉質才會離開 請從桂皮等天然辛香料 先下鍋爆香 然後和炸過的梅花肉 五花肉 還有中藥包一起泡滷 最後用洋菜取代豬皮 凝聚美味 向心力 它不會油 它吃起來不會像 外面的肉包都含油 因為我們不放豬皮肉 我們放洋菜 料好實在的包子 只要同板架 伯利多宵 在城隍廟前的美食一級戰區 打下深厚利基 邱曹薇說 能有這樣的成績 都是受了城隍爺的啟發 有一個女孩子先告知我們說 城隍爺叫我幫她做這個包子 她說 然後城隍爺托夢跟她講的 講第三次的時候 我才去再問城隍爺 我不會 她就給我三個小筆 城隍爺只是要在競爭激烈的 美食商圈勝出必須做有特色的 會爆漿的包子 很多人知道後都覺得不可思議 如今她成了新竹包子店的龍頭 邱曹薇用行動反轉人生 自助而護天助 然後知足常樂 也許就是城隍爺給她的最大收穫 好 好 好